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美味佳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些食物 如果你不吃就把它放在那 它就会开始过期 但有这么几种食物 不要害怕过期 因为你存放的时间越久 它的价值也就越大 下面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看看究竟是哪几种食物 存放时间越久越好呢 今天才知道 这八种食物不怕过期 放得越久越值钱 尤其是最后一种 一 陈醋 陈醋的出现已有千年历史 是以优质大米 高粱 豌豆 浮皮等为原料 经过蒸 酵 熏 淋 沉的步骤 酿造而成 酿好的醋 至少要放置一年 因此香气浓郁 酸味较重 陈醋 陈醋适合用来做需要酸味重 且颜色深的菜 如醋烧鱼 酸辣汤 另外也可以当作搭配饺子 困炖的蘸料 陈醋中有一种川胸芹的成分 对心脏有着一定的保护作用 还能帮助改善脑缺血症状 调节血压 一般来说 醋放置的年限越长 川胸芹含量越高 根据食品标识管理规定要求 食品标识应当清晰地标注 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但是其中同时也规定了 有四类食物可以免标注保质期 分别是 乙醇含量10%以上 含10%的饮料酒 食醋 食用盐 固态食糖类 也就是说 在生活中见到没有保质期的醋 也是正常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 此类醋可以无限存放 有保质期的醋 相信无需多说了 应该严格遵守它的标识 毕竟保质期本来就是为了确保安全 厂家在出厂前测算好的 而没有标识保质期的 往往是老臣醋 其酸度在4.5度以上 这类老臣醋 即使不加任何防腐剂 也能达到酒放不坏 一般不用标注保质期 但是长期保存 只存在于理论上 我们在生活中的存放条件 和促成的完全不能比 因此 只要开封后的食醋 就很容易受到温度和细菌的影响 从而使醋变质 所以说 哪怕是没有保质期的老唇醋 当发现食醋变得浑浊 口感异常的时候 还是快点扔掉为好 二 酱油 只要说在家里做过饭的人 肯定都是有酱油的 酱油是由豆 麦 敷皮酿造而成 也是传统的调味料之一 它的色泽红和 酱香独特 鲜美的滋味 令人食欲大开 不过我们平时在外面买的那些包装的酱油 并不能够存放太长的时间 而有保存价值的是那些纯手工制作的老酱油 将它们密封 保存好 基本上放多久都不会过期 三 白酒 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 朋友还是老得好 酒还是成年的香 买酒的话 年份越多的酒越香 卖得越贵 越是珍藏多年的白酒 越受欢迎 白酒含有较多的酒精成分 且热量较高 因而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 对全身皮肤起到一定良性的刺激作用 从而还可以达到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的作用 这种良性的刺激作用 还能作用于神经传导 从而对于全身血液都能有一定良好的贯通作用 米酒是经过发酵而制成的美食 作为人们喜爱的美食之一 米酒的发酵时间对于米酒的品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那么米酒是不是越久越好呢 并非如此 但是如果在保证米酒发酵成熟的前提下 采取合适的密封条件 米酒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并且不会发生变质 由于是发酵充分的米酒 所以在保存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保存米酒的口感 米酒中的酵母菌 还可以将米酒进行更为充分的发酵 因此别以为米酒放久了就会变味 这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 相反 放久了还会越香 5.陈皮 我们知道 橘子皮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经常食用可以美容养颜 晒干后的陈皮 也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晒干后的陈皮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 维生素C 挥发油等多种营养成分 这些物质不仅可以促进体内血液循环 净化血液 而且还会促进皮肤内毒素和垃圾的排出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谁家嫁闺女 若是能送上一车今年的陈皮做嫁妆 那绝对是低调奢华 实力炫富 上等陈皮存放的年头越久 就越发升值 这绝非现代人炒作 而是自古变有之 但是为什么 陈皮存放的越久就越贵呢 究竟是什么 让它的价值与日俱增呢 经过三年以上的陈化陈皮 其中的挥发油物质慢慢散去 退去了那年轻时的青涩与心脏 气味更加醇香 从化学角度来看 经天然晒干的陈皮 其挥发油会越来越少 而陈皮内的黄铜类物质 则随之增多 所以才有陈皮越沉越好的说法 六 普尔茶 茶叶也是很常见的一种食材 很多人都喜欢喝茶 接待客人 亲朋好友聚会 都会喜欢泡茶 非常的香气十足 白茶 绿茶 红茶 乌龙茶 都是其中佼佼者 而且 这些知名的茶叶 往往也产自不同的区域 大家都知道 茶叶是越陈年的越好 陈年的茶叶 不仅味道更好 而且也更具收藏价值 如果大家经常逛茶叶专卖店的话 应该知道 茶叶店中的茶叶 往往是按照年份来售卖的 其中就包括一些十年茶砖 二十年茶砖 保存时间比较长的茶叶 往往比新出的茶叶更贵 普尔茶可以存放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如果保存的条件很好的情况下 不受潮通风的地方 一般是不会变质的 而且普尔茶存放的越久越好喝 越香浓 普尔茶还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时间越久越有价值 七 蜂蜜 蜂蜜又被誉为白草药 因为它是由蜜蜂通过采蜜酿制而成的 所以对人体好处有很多 通常认为蜂蜜可以润肠通便 对于便秘的人群有很大的帮助 不仅如此 蜂蜜中富含维生素 微量元素 同时还含有霉 这些都是身体所必须的 适当喝点蜂蜜 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但是蜂蜜是不是有保质期呢 其实在保存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蜂蜜长期放置是不会发生变质的 而且蜂蜜在一定的环境下 其中某些成分发生变化后 会生成一些新的物质 这些物质对健康有利无害 是适合人们食用的 将蜂蜜置于阴暗和温度低的地方保存 里面的微生物就会慢慢发酵 从而使得蜂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都迅速提升 所以蜂蜜并没有保质期 可以长期放置 并且越放越金贵 说到肝蜂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是何物 这种美食只有养殖水产比较多的地方才会有 肝蜂是将鲍鱼进行加工制成的产品 通常又可分为肝鲍鱼和鲜鲍鱼两类 这种经过加工之后制成的肝蜂 在保存条件符合的情况下 如果长时间的放置 肝蜂的品质会得到进一步升华 口感和营养价值会更好 因此很多地区的人们也特意将肝蜂放置 储存时间更长 到了一些重要的节日 才舍得拿出来享用 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人家中都有 家中若有这些食物 把它们密封保存 放在阴凉干燥处 可以存放很久都不会坏 放的时间越久 往往价值越高 可别早早就扔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